口述歷史是有溫度的 同黨文歷史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有當事人現場參與的一些細節 亦因為參與其中 會得到很多只有它自己才有的獨家感覺 研究電影除了要看電影之外 其實可以透過口述歷史 以影人的第一身角度 更立體去展現整個歷史的拼圖 龍江導演的這部口述歷史亦一樣 透過它的回憶 你可以看到它如何掌握時代的脈搏 用電影回應它身處的社會 《飛女》是1960年代新出現的社會問題 龍江導演讓大家走前一步 深入探討這個問題 用它的手法將它完整地呈現出來 《飛女》是1960年代新出現的社會問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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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《飛女》是1960年代新出現的社會問題